接著就是我們的G書的第一條題目 如果你想擁有這本ebook的話 我們在樓上的位置就有一條連結可以關閉過去自己去買 看看這條題目說什麼 第一條題目這樣才算 AB叫做6i-7j CB叫做-3i-4j DC叫做9i-3j 接著叫做AD Vector 我經常都說AD Vector 其實是什麼意思 AD Vector 即是由A走去D 你中間可以加一些check point 給它 例如我們可以途經B 途經C 什麼意思呢? 我的意思就是這麼說 AD Vector 其實是叫做AB Vector 加 BC Vector 再加CD Vector 如果明白了的話 AB Vector 我們有 那個叫做6i-7j BC Vector 沒了 不過我們有CB BC CB 只差一個符號 所以我們會是加3i 再加4j 又對了 CD Vector 只有DC 即是正符號又要倒轉 加-9i 加3j 好嗎?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我們那些ij的符號 我樓上會有這個符號 尖一尖角 實戰你不捨是會被扣分的 如果是的話 試試它都會計算的 那麼你會發現 6加3-9是0了 負7加4加3又是0了 最後等於0 你說是否需要樓上補個Vector 的符號呢 有些學校說要 有些學校說不用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我告訴你 補完不補都可以 因為0這件事 你不需要標榜它是Vector 如果你學校的要求要 那你跟進去學校吧 即是沒什麼所謂的 這樣就已經解決了 解決了 AD Vector 原來是0 0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0的意思就是由A點到D點 其實沒有移動過 如果沒有移動過 在情況下樓下便會問你 他們的Geo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我們的Point A和Point D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A和D的幾何關是什麼呢 由A走去D 完全沒有走過 那就是他們就是 同樣的尖角 At the same 或者叫做Position 其實是同一個位置 是於 同一個位置上 OK嗎 OK了嗎 剛剛解決了 解決了